高雄市環保局日前做了一項統計 从今年1到10月的数据来看 民众在丢弃垃圾时 仍然有将近一成的比例 没有做到确实的分类 将可回收资源甚至是除余 当作一般垃圾来包袋处理 对此环保局除了将持续进行垃圾的破袋击查 遇到屡劝不听的民众 最高将依法开罚6000元新台币 破袋的件数是46,598件 那违规的一个比率大概是9.5个person 那这一个部分有一些违规情形比较严重的 那我们会予以就是依照废清法12条来进行裁罚 同样一个行为人 那他有再犯累犯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会加重处罚 那我们处罚的额度是1200到6000 民众因为一时的贪图方便 将所有垃圾丢入垃圾车里 经过载运到焚化炉进行焚烧 不仅影响到炉体的使用寿命 而且也浪费可回收资源 环保局提到 初期发现将会以柔性劝导的方式来告知民众 也希望民众能够多加配合 那如果说当你的垃圾袋里面有一些支收物的话 那我们会把要求你把这些支收物把它拿出来 那如果说刚好支收车就在后面 就会请你们拿到支收车去 那否则的话可能会请你带回去 等到支收车过来的就是日数的时候 那再把支收物排出来 令人比较压抑的是 在市区中可回收资源 而没有加以分类的区域 在违规比例上竟然是林雅区居多 身处文教专区的林雅区民众 确实要以身作折好好检讨改进了 记者李嘉隆采访报导